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许多的黑奴新生儿一出生就眼关紧闭 没多久后就死去了 其实这种怪病是因为在生产时没有注意到期待断口处的卫生 导致细菌侵入后所诱发的新生儿破伤风 这种破伤风感菌通常存在于泥土灰尘以及粪便当中 由于黑奴居住的环境邋遢又离马就很近 所以才会成为这种病的耗发主缺 但在医疗知识相对于匮乏了19世纪 人们对这种临床症状所产生的原因并不清楚 于是希姆斯对这种怪病提出了这样的结论 是贫穷、懒惰以及黑人天生之力的缺陷和头骨发展不完善所导致的 只要有足够的智慧和纯洁的心就能免于这种疾病的威胁 而为了验证自己的理论是对的 希姆斯曾用制作鞋子时用来在皮革上戳动的锥子 刺进新生儿的脑袋藉此重塑他们的头骨 在他看来只要改善了头骨的形状就能为黑奴的天生之力带来改变 想当然的,这种实验在当时的死亡率是百分之百 而希姆斯对这些死亡的解释却是 这些死亡是由于黑奴母亲和黑人住产室的懒惰及疏忽所造成的 1845年春天的午后 一个郊区种植园内的黑奴孕妇Anega正在经历难产 在奴隶的制度里,女性是至关重要的 只要妈妈是奴隶,那她的小孩出生就会是奴隶 而一个奴隶的价格高达一千美金 是一名普通工人20年都赚不来的巨款 而种植园的主人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 请来了希姆斯为这位女人做助产手术 基于19世纪社会上的道德标准 医生都会极力地去避免对女性减长的不当行为 导致当时对妇科疾病的相关知识仍是一片空白 希姆斯当然也不例外 她的助产方法竟然是拿钳子强行伸入阴道内 夹住胎儿的头部再把胎儿强行拖出来 这种生产方式导致Enega在产后罹患了严重的膀胱阴道肉 膀胱阴道肉是一种复刻的泌尿疾病 指阴道和尿道之间 因难产、产伤和手术损伤产生的异常通道 导致尿液不受控制地从阴道排除 由于时常会不自主地漏尿 下体也因为浸泡在尿液中而渐渐变得烧臭 使得Enega连日常工作都无法生认 于是他向西姆斯求助 希望西姆斯能帮他治好肉尿的问题 在19世纪 女性患上这种病 多半是因为难产或住产手术不当所造成的 而西姆斯当时居住的阿拉巴马州 人口有四分之三 都是自有黑人和黑奴所组成的 当时西姆斯心想 如果他能成功治好黑奴的膀胱硬道肉 不仅能帮众食园的主人节省大量的成本 自己也能因此而名利双收 于是西姆斯就在自家的后院 搭起了一个只有16张病床的简陋医院 他甚至为了医疗实验的需求 开发出了多达71种的器械 其中包括一种用弯曲的勺子制成 用来扩大女性硬道的简易工具 是现代Qiniti的原型 同时 他向种植园的主人 买下了包括Enega在内 等多位患有膀胱硬道肉的黑奴 作为实验对象 从1846年1月到1869年6月的这段期间 西姆斯在至少11位的女性黑奴身上 动了无数次的医疗实验 其中光是Enega一人 在短短的4年间 就经历了超过30次的手术 同时 西姆斯坚信 黑人天生对疼痛有着更高的忍受能力 所以当他在对这些黑奴做手术时 从来都不使用麻醉 让他们承受着巨大的痛苦 虽然没有使用麻醉 但西姆斯会在手术后给予患者鸦片 鸦片能减缓患者不舒服的程度 也能帮助术后的愈合 接着西姆斯也发现 患者在术后多半都会有便秘的问题发生 所以他便要求在手术后的两周内 只能给患者少量的食物和水 减少膀胱还有肠道弩动给伤口带来的压力 让患者们可以安稳地度过手术后的恢复期 在实验刚开始的时候 西姆斯一直使用那个年代常见的丝或长线 来作为缝合的材料 但因为这些材料都会吸收伤口流出的组织液 让伤口的附近反复发炎 并产生严重的感染 导致伤口始终无法愈合 西姆斯一开始的时候 还会邀请一些同僚来参观他的手术 但随着手术的数量 和失败案例的增加 西姆斯开始转为了独自作战 他的家人曾多次的劝阻他 停止这些手术和实验 然而西姆斯却不以为意 他甚至表明 为了医学实验 就算付出自己的生命作为代价 也在所不惜 但皇天不负苦心忍 西姆斯在某天突然灵光乍现 在一次手术当中 他试着用银线来做缝合的工作 没想到手术却大获成功 伤口居然没有感染 而且还奇迹似的愈合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确认了膀胱硬道肉的治疗方式 而西姆斯本人也因此名利双手 成为了所有女性眼中的伟人 但他成名后 不仅字字不提他曾进行的人体实验 还在个人的自传里 将帮助他进行妇科手术的黑弩 描述为坚韧勇敢的白人女性 由此可见 种族歧视的观念 在他的脑海里是躲门了根深蒂固 之后他更凭借着自己的威望 获得了足够的财政支持 于1855年 在纽约成立了首家妇女医院 就这样 他登上了人生巅峰 享有全美著名医生的美誉 直到1883年 才因心脏病逝世 享年70岁 如果说西姆斯是一个为了一己私利 而不择手段的人 那也不完全正确 因为在1871年的时候 西姆斯曾与医院的董事会爆发冲突 因为当时董事会拒绝接受癌症患者 只因为他们认为 癌症不是专属于妇女的疾病 而且在那个时候 癌症也被认为是一种具有传染性的疾病 但是西姆斯并不这样认为 所以在那次争吵后 他决定自己筹建一家癌症研究机构 专门接受癌症患者 后来这家医院 也成为了美国第一家研究癌症的医院 1894年 为了表彰西姆斯的贡献 纽约曼哈顿的布莱恩特公园 梳立了他的童像 上面刻着女性无私的恩人 向人们展示着他成功的人生 1934年 这座童像被搬至中央公园 正对着纽约医学学会 许多历史学家批评他的做法不道德 称他以脆弱的人们作为代价 来获得医学进步 人们甚至怀疑那些黑奴 根本没有拒绝手术的权利 只能承受未知的手术带来的风险 他们的遭遇 让得知真相的人们感到无比的愤怒 怒斥西姆斯是个种族主义者 并发起了多起的抗议活动 呼吁政府撤除西姆斯的雕像 而纽约市政府也在2018年的寺院 将这座雕像 从中央公园搬到了西姆斯的墓地旁 在现代医学蓬勃发展的今天 我们不能否定西姆斯 在妇女医学上所做的贡献 但同时 我们也更不应遗忘 当年那十一位 为实验流进了血汗内的女性英雄 那今天的故事就到这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